中国大陆今天公布 2012年第三季经济成长率为7.4% 前三季度的增长数据 也都远低于去年9.3%的年增速 也低于中国在过去30年实现的近10%的平均年增速 不过9月中国出口增速却转跌为增 一局反弹到了9.9% 创单月出口规模的历史新高 如何解读这个数据表现 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您好 中国的经济成长越来越缓慢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 9月份大陆出口创单月的历史新高 请教老师 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促成中国9月的出口额超过预期 其实中国经济的这样种趋返 然后跟这个9月的这样种出口 那突然之间增加了非常之大 它的因果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 那我们会说了 那个经济成长 它是有这个GDP 年增率来看 那GDP这个过程的这个要素里面 这个出口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种这个因素 所以一般在算 都是算如果是出口成长非常之高的时候 那对于这个GDP 那这个增长有很大的这种贡献 那可是只有9月 这个9月会不会对于这个今年的中国经济成长率 会有这个拉拔的这样种这个效果 我想现在言之还太早了 9月那中国的这个出口突然之间增加那么样的那么样的多 其实是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惊讶 这个可能跟季节因素有关系的 可能也跟美国这个总统大选 然后突然之间那个购买力增强有关 所以我们这个对单月的这样的出口 其实也不必要的互以太大的这样种这个解读 那长期来看 至少在近年 那中国经济是趋凡 这是这个没有办法去火定的这样种这个事实 所以我们不要用单月的这种出口 那这种数字 然后就会对中国的经济说 它会这个所谓的起死回生 或不会这样种软着路或硬着路 绝对不要用这么样的这样种这个思维去想它